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6日,首先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未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浪费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今早早另一宗大新闻在美国就是纽约邮报 属于梅毒国下的报纸就爆了两三天 就是说拜登的儿子,我们要找到他的电邮 就是关于他和乌克兰政府贪污的证据 首先我们讲一下电邮的来历 很有当年陈冠希的影子 一天有一个老门的帮老门突然间 benefit 我们把电邮摘下过来 于是说要为了弄 弄下弄下来就发觉 呦,为什么? 原来是拜登的,是联邦的 于是呢他就很怕了 这个老门就把这台电邮手提电邮 因为他在电脑上写着一个是拜登基金会的例子 他就知道不尋常,就叫FB1联邦的警探局去查一查 谁知道那90天都没人回应,那张纸还在 于是他偽然就做个Copy他的Hard Drive 没多久,大统领的前角师心腹班农就跟大统领说 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在9月那时 于是就由大统领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 911时的市长朱莉安尼就出面找到这个Hard Drive 找到这个电脑铺的老板,于是拿了他 在星期日就交给梅酷先生旗下的纽约邮报案灯 现在就在这台电脑里面,就发觉了原来当日 这个拜登仔,阿灯仔就收到一些电邮 那个电邮就是一路盛传在乌克兰的油厢 那个油箱给他的电邮 那个电邮上面就首先就是关于如何借钱 就是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首先第一封电邮就是说 如果那个孤克兰总统不去炒了一个检控官 就会在2015年奥巴马年代 就会保住那10亿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贷款 这件事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是新料来的 这件事之前也说过 其实一早是报备了 拜登是全部报备了 这些不是新料来的 他硬硬再炒而已 是啊,然后呢 这件事应该这么说 那封电邮就是报纸自己说回这件事 是拜登自己向国会暴避的事 然后呢 有几封电邮就是一间油公司 这间油公司就是关于拜登的儿子 跟他千丝万纳的关系 其中一封就说 哎呀,多谢你帮忙 让我可以见到你老爸 拜登,副总统拜登,多谢你啊 这样说 那另一封呢就是 他就写给这个拜登仔 当日做公司的拍档 就希望呢就说 哎呀,我现在呢就想 找你一起大家合作 我就准备帮拜登仔 入我家油公司 做一个股东之一 那些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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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是旧料来的 其实他整件事都是翻炒的 就是说 就是根本上是 阿侵那个阵营 这些东西是说了一年有多的 是说了一年有多 就是不过当然 一年前说的时候 拜登就还未是参选人 就是未确认是参选人 所以那时候就没人理的 或者那时候是在搞民主党初选 那时候爆出来的 但是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影响 就是说出来这件事 根本是人都知道的 而且他强硬将老爸和儿子 说到是以权谋私 但是实际上 以权谋私最强的是整个侵家族 整个都是赚钱家族 现在在美国 是 其实有人研究过 自从阿侵上台之后 至少有200间公司 走了上阿侵旗下的酒店那里 做功能 这些是明目张胆的事 但是你又吹他不像的事 他在那里面做的就没人知道 另外 他们甚至就引 他那个电脑里面 就有两封信 又说这两封信是2014年那时候 寄刊出来的 寄刊到差不多 他儿子就做了入一间公司 另外 整篇文章就是左辑点 右辑点 回忆拜登如何施压总统 等等 拜登已经说明 为何要炒了检察官 是因为这个检察官有贪腐的行为 而这个检察官就向传媒说 不是因为我是拜登 但是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他拆考一口 就入骨三分 好了 然后呢 另外就牵执到 拜登手下有一个 叫做 左右手 在2017年那时候 有另一间油公司 那些东西 就尝试去 请他这个左右手入局 但是做了一会儿 他就说我不可以做了 做了三天就辞职 因为他说 这间公司基本上 想请我进去 就是利用我在政府本身的影响力 帮他拌油水 我是不会做的 就走了 就是他说 私以他是这样 所以其实整件事是 说完又说 说完又说 然后呢 还在电脑里面 就有几张 拜登仔 胡桑立特 担着口烟 整个局产007的阿七 担着口烟的灰锁样 就说 我还有他的裸照 很多城市还没爆的 那整篇报道文章就是这样 大意上是这样 而拜登 就不停地说 我是没有见过他 我是绝对和他没有见过的 那张电邮说 我和他什么时候见过 但是只要一查白宫里面的记录 因为其实白宫里面 有些文书处 是将你的出入喜居住 你什么时候见过什么人 什么时候见过什么人 全部的东西都写下 因为即使你在白宫里面 整份三文字吃 都要你自己暗箭出账 然后记录下 是很严格的 那个规矩 当然 特朗普 当然 我不知道特朗普 这个面书和推特 推波助澜 但是结果 全部被禁锁了 是很严格的 现在震撼 在美国的政坛上最重要的是 参议院各路人马 那个叫做共和党 一国路人马 就跑出来 叫做 我现在要查你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啊 你们现在是联手 对付大统领 你们现在是算什么 是不是做这个叫做 损害新闻自由啊 那些叫你解释解释 解释 解释 各方面出来的 那当然啦 就对于一些支持拜登阵营的也都撲出来的 那就有一份叫做 《纽约每日报》啊 那个前纽约市市长 他有一个视频 就是指着个亚洲人 应该是中国人来的 如无以外 啊 的人在那里 说一些很 怎么说 racist 就是很种族歧视的 骗段 爆了出来 现在就是 立刻说 其实这个人是种族歧视的 这样 说他 就是由他的前 security主管 爆了他大件事 不是大件事 就是说 这个人其实是种族主义者来的 这样爆了他出来 有一段这样的 在YouTube 他的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那些东西爆了出来 那另外呢 而 而 最重要就是 这个 《华盛顿报》 《华盛顿邮报》 就直接是 分析他这一篇 就是说 基本上是毫无新意的 这些东西是 完完全全 是以前 就是 正如社长 刚才你说的 基本上是旧材料来的 其实两边都是旧材料 两边都是旧材料 两边现在都在做 用一些小报来 来复污水 其实刚才说的 《纽约报》 就是 一天发行量 只有二十多万份 刚才你说的 《纽约》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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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就更少 发行都是二十万份 都没有二十多万份 所以 你说 究竟是什么事 很明显就是 他们拿来 就是 涮涮污水 互涮污水 因为一边 其实 《纽约报》是比较右翼一些 《纽约》 《日记》 《日记》 可以说是 的报章 一个就是右翼污水 一个就是左翼污水 那你会咬 其实 美国主流 我自己的看法 就不是那么极端的 有时你看到媒体报道 觉得美国佬 两边撕裂得很厉害 快要糟糕了 但是 报道那些 只不过是 最边缘的人 就不是 那个主流 不是这样 但是为何要选今天呢 因为今天就是大统领和拜登 各自各在不同的电视台 做的 做世晚会 因为他们原本今天就隔空队长 但是大统领不肯 现在大统领就宣告他会在今天 去一个会堂 接受他的支持者质询 那他用这件事 在电视上不断唱拜登 一定的 唱又不代表他真的有效的 特朗普他这样做这些事情 就是 现在 没有什么正面的消息 就是 你留意到一个东西 就是 美国那个 竞选呢 整个操作 都是很负面的 就是 你说我不好 我说你不好 但是 就没有说自己为什么好 其实 两个候选人都有这个问题 你看到那些报道就是 就是 特朗普呢 他就 整天都是 用些很负面的 说拜登这个不行 说他很老 说他就来死了 整天睡觉 那样 自己就 人身攻击 就是 自己就 自己就好像喝了自保三边酒 那样 就是很厉害的 他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没有说自己喝了自保三边酒 我就觉得 我已经充满力量了 我比二十年前了 哦 是啊 他就好像 就是我们之前都常常插播一个广告 就叫贵妃郭桑拿 那就是好像快必那样 我已经充满力量了 快慢必一起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一样的 是 那现在呢 就是华盛顿邮报呢 我就说我fact check过很多次了 基本上是 说他 就是 这个东西是很难说 说是真还是假 因为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电邮 是单方面的电邮 而且这些东西是2014-15年 是经过验证 是没有 基本上 是没有 是已经证明了拜登是没有做的 而最后就是说 其实当日FBI拿到这个Hard Drive 是由那间店的老闆拿到Hard Drive 那间Mac Shop 就是那间电脑店 而最妙的就是 这个电脑店老闆就跟记者说 那天是星期三 这个东西就放在他店那里 在2019年4月 这个人叫Mac Isis 就说 who say that he was legally blind and say that he was almost certain that it was Hunter Biden who dropped off the computer 即是说 他是一个合法上 他是一个盲佬 他就拿到这个电脑 给他这个电脑的人 就是拜登仔了 很有这个叫做 国产007 feel 我是盲的 就是那种这样的情况 你说你一个盲佬拿到那个电脑 然后就说 我认为那个电脑的主人 就是拜登仔了 就是整件事是很怪计的 可以这样说 那他现在是潑污水而已 那件事不需要是真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 你潑污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好像今早有件事 就是王之锋 不知道为什么 又说胡总有个儿子 就是胡石俊 有个儿子 在加拿大 但是那个人 其实就不是胡石俊的儿子 那个人根本就是 环球时报的一个住外记者 整件事是非常搞笑的 我可以说 既不合理 也是非常 那些人总之见到有位就进 有位就进 是啊 他们很明显就是 有位就要进 还有是不理真假 先说了 最重要就是 第一印象 告诉别人 他是这样的人 符合所有人 对胡石俊的印象 那其实也不是纯粹胡石俊 他其实 为什么胡石俊 就是说他有子女在外国 其实就是有很多内地的人 他口讲爱国 但是那些子女就去了外国的 有很多这些人 所以他就要制造这个印象 就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但是当然不是这样 还有 就是你说去外国读书 这些其实就很小事 就不代表那个人不爱国的 就是这一件事情 其实要分得很清楚的 不过他们 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没错 那其实 你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极端的那些人 他永远都是这样说的 譬如 譬如 楊潤雄 之前被那些黄友攻击 是怎么攻击他的呢 就是 就是 就会说他 喂 那些子女全部都去了澳洲读书 那你怎么做教育局局长啊 那在同一个情况 你看一下 那些男友攻击楊潤雄 都是一样的 他就是说 喂 你楊潤雄的子女都去了外国读书 那没有切肤之痛 就是我们都没有了 你们的子女都不在香港读书 没有切肤之痛 所以是我们才有话语权 其实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他们不是说事实的 他们是说 喂 谁有话语权多一些 他就是要潑污水 潑到你我有话语权多一些 还有令到你的印象就是令到那些人觉得你是没有话语权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 就是数字于感情令所有人站在他那边 是数字于感情 但是那实际情况就是 就是他们 很坦白说有很多人是 连自己争取的什么都不清楚 他是人家说争取这一样东西 对他就会争取 那他其实实际上争取什么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是这样的 他现实的情况 是悲哀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世界就是有这样的人 只能够这么说 那现在就是Facebook啊 还有Twitter这样搞 就是当然我听到 那就是其实是变相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其实变相是这个 埋了位 Facebook不是Twitter 很有埋位的感觉 他们就是说 尤其是Facebook 朱西伯格之前 说到就是 撑了侵撑到厉害 现在都好像害怕了 那个感觉 而且他们一定脱身的 因为他们说 这些东西是不实的 这样去砌 这样说就可以了 说这些东西不仅是真的 那这些人就吹他不仗了 老实说 那这些假消息 Facebook ban 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是合理的 是完全合理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当然有些人就说 你这样是什么影响新闻自由 就是现在Ted Cruz那些在说 你说这个影响新闻自由 但是 当你不断放假消息的时候 其实对那个社会的公正性 是有影响的 就是不能长期 让某些人不断放假消息的 是啊 但是如果看看最妙就是香港那帮黄人 就是不是香港黄人 而是所有黄人一听到这个信息 就手无足道 甚至就说到 拜登当日就是跟中国的邮公司有联系 怎样怎样 在这里说 挂他出来 哇他死了 怎样怎样 在这里说 但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那句 都是经过国会严谨 难道你不信国会吗 我相信另一件事 就是基本上 梅独的儿子 梅独的儿子 都不太妥当他父亲的 所以一两天之前 我们可以报道过 梅独的儿子 和他父亲反了面 帕炮不再继续 不再继续Fox 自己走出来说 我不继续了 因为我受不了我父亲 这样说 可能就是和这件事有关 或者可能是他父亲 喂 我上错拆船 这棵东西死定了 儿子你先走了 都有可能 我自己就认为 他们两个是 假扮反面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不是真的反面的 他现在一个是烧冷灶 一个是烧热灶 一个是烧热灶 其实就是 你烧热灶搞不好 就会野火烧身 烧冷灶相对是安全一些 他现在给儿子烧冷灶 都是很合理的 其实就是 他父亲害怕买错鞭 现在很明显 所以都是那句 生得儿子多就有好处 你看看朱西伯格那些 都要自己顶 哈哈哈哈 小孩还没大 那他好像不知道一名 还是两名 有什么事 现在没得顶 他 所以 整件事 现在仍然是很 很扑索迷 不知道伤害有多大 今天 今天 对于 大统领一定会出尽全力 拿这份东西来 搖散他 但是另一件事 就要看了 肥佩奥在他施压之下 是一个指标的 肥佩奥在他施压之下 会不会放弃希拉里的电邮呢 这是一个指标 如果肥佩奥仍然拖着不放的话 即是说 连他自己的 也看看 觉得 这把 communities 这把文章的拆船沉 一层的 想走就是走山水 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集中 全世界已经知道 大统领 认为脱沫 如果全иш可以 communications 就是一个指标 大统领这一棵东西可能是他最后一击的了 这一棵东西其实是旧杂料翻炒而已 如果他实际上只有这么多杂料的话 其实都不用算的 我自己觉得他是会有后着的 我的看法就是他有后着的 他不会只有这么少杂料 我觉得他这样现在还有少许时间 他现在是放一些杂料来试一试水温 如果回响够大他就放一些杂料出来 应该是有没有回响他都会放出来的了 不过很明显有些人研究过他这个post 因为没有Twitter和Facebook的辅助 所以他的声势是没什么的 当然除了香港的黄人不停地风传风传 我看见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是都是那一句 这几张电邮是由公司的老闆单方面发出来 就这样得上款 基本上可能是偽造都可以的 偽造 偽造都可以的 可能做假的 整封东西是假的都可以的 那当然做假的机会很高 不过现在是 这些是旧杂料的 始终讲到底 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奇刺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今次放这条杂料出来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就是 其实特朗普根本已经没有东西放出来了 另一个可能就是 现在是一个第一单 然后再慢慢沾牙膏 我自己觉得是会沾牙膏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相对比较低 因为如果你骨料都没有 你选什么总统才可以的 除了这些旧污水之外 你没有新污水的话 你根本不用选了 是不是 好了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就这样拜拜 好拜拜 拜拜